台东县台东市日之协进会主办的柜田喜来登奖座 3月10号下午邀请国际知名摄影家范逸顺 主讲台湾建筑史上的传奇 宫东的教堂 今天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小五哥远道而来 来跟我们现身说法 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台东建筑的传奇 宫东的教堂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虽然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可是在这一本书之前 我们不见得认识这一座教堂 甚至在这本书出版以后 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座教堂 在我们台东的重要性 在我们整个台湾建筑史上的重要性 那我很感谢小五哥 就如我们县长在我们的新版序上所写的 你要让一个城市变大 显得很摩登 只要有很多的建筑就可以 可是你要让一个城市变伟大 有它的文化 一定要靠这么有丰富顶层的东西来感人 宫东的教堂是台湾第二栋现代建筑 由小郎香教堂美誉 许多建筑人喜欢来此朝圣 翻译顺在写书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发掘 加入许多人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们陪着我去看那一座建筑物 我现在从校门口走到 一看到那个建筑物 我就心里面有点凉了半截 为什么 它是一个清水魔的建筑物 它是一个清水魔的建筑物 这关系什么事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走到正面之后 它真的是清水魔耶 然后它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我在外面就完全忘掉了我的穿着 我就开始哎呀 它怎么设计成这样子 然后它那个楼梯 各方面怎么做的 比如说它的街第四层的楼梯 是悬空的 我都忘了我自己是谁 我就觉得哲哲珍惜 然后一群老师 到最后我成为导览员 我成为导览员 从一楼二楼三楼 就我成为导览员 那么 那后来呢 来这一方下来就问了小五 小五老师 你为什么 对这种建筑的结构 辽若执掌跟风格 我说 我在他祖师爷爷的那个修道院 窝了四个月 然后呢 柯比义建筑该去的地方我都去了 不该去的我也去了 我竟然不知道家乡有这么一座 如假包换的清水魔建筑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没有 因为我去到了法国这些神父安排的地方 所以我当然对这个建筑物的 他的风格跟来路去脉是鸟若指掌的样子 我就非常的震惊 那后来一直走到楼上去 那他一打开了那个教堂的门 我当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漂亮的教堂 那更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柯比义最伟大的一个教堂建筑是1954年 在法国的一个东南区那边盖的一个狼乡教堂 然后呢 拉杜雷特修道院是1958年开始新建的 到1960年才把它盖完 那宫东的那个建筑是1958年开始盖的 甚至说好像在59年就盖完了 所以说他的那个建筑风格根本就是跟西欧同步的 同时存在的 一个历史跟意识文化的坐标的是怎么样交错在一起 是非常奇怪跟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柯比义是个无神论者 他设计的教堂非常的前卫 比如说1950年的狼乡教堂 西欧的媒体都登出来这个教堂的时候 罗马放地干看了就很不高兴 觉得根本就是异端 所以呢 你要想想看说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里面 会有柯比义这样的建筑 就是盖出那么现代的一个建筑 所以他的拉杜雷特修道院 他的狼乡教堂在西欧都是很难被他接受 在当时来讲非常的放动 所以你可以再把那个时空跳到了台湾来 在一个所谓当时基布拉十鸟不圣诞台东 有一个如假包换的同时期的一个建筑 所以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shocking 我甚至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建筑物呢 在西欧社会一样会面临到空前的批评跟挑战 可是他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 坐落在一个百本外方传教会所创立的 宫东高宫的校园里 然后经过了无数的天灾 他还能够屹立在那里 尤其更让人家吓人的是说 我当时一参观我第一句话就跟狼乡教堂说 这栋建筑物是拉脱雷特修道院 跟狼乡教堂的综合体 因为他考虑到了教堂跟居住跟生活 还有工作的空间 实在非常的了不起 那当时呢 当那个门一打开来 我看到里面的艺术品 那十几个彩色玻璃 还有那个复活的基督 你真的就马上发觉 他真的不是一个等线之类做出来的一流的艺术品 因为我昨天做了两个导览 我们一般看到的教堂里面的十字架都是苦象 耶稣吊死在上面看的很难受 他那个基督是一个张开双臂的复活的喜悦 你要想想看在六十年前 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一点都不输西方的水准 一点都不输西方的水准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教堂里面 就在那边沉思良久 我就说我的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整个欧洲跑的一边 我美国也住了快二十年 那我们的家乡里面既然有这么一栋伟大的建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公务繁忙的县长饶庆林 不只为新版的宫东的教堂艺术写序 也到现场聆听讲座 并呼吁大众多阅读 范玉顺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介绍台东的一个传奇 那当然我们要来支持 希望大家能够共享胜举 能够买书 因为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是这本书很好读 因为大部分都是美丽的风景 还有顺与专辑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入手的书 很多事不记录下来 很快就随风而逝了 随着人事的凋零 再动人的故事 也很快就会被淡忘 台东有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有宫东的教堂 还好台东也有一位 为这些人 为这座教堂写书的小五哥翻译顺 让世人看到更多 更深入的台东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